8月26日蒋介石的曾孙蒋友清 回到中国宁波奉化 认祖归宗 期间当众斥责赖清德是省长 不是总统 表示中国比美国好很多 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想要去美国 不愿意两岸一家亲 台湾应该早点回来 并与现场的蒋介石扮演者合影 给你们放一下 让你们看个乐子吧 因为就明显这个蒋友清 他有点精神状况 我对蒋友清这个人完全没有概念 但是我看的时候就觉得 就像是一个精神有点状况的人 该说赖清德 你是个省长 你不是个总统 可以 没在说谎言 如果我在说谎言 我在创造假讯息的话 不是就是变成这样那样的 我们等一下 我们不只要录那个影 我单在想知道 为什么你再产生假讯息 依我所了解1972年公司有非常非常多的 很正式的那些盖章啊 签名啊 什么什么都有啊 什么假讯息啊 对啊 没错 蒋介石的后代说话了 听得懂吗 表示加薪观念 886二两岸一加薪 没有这里是蒋介石的真算是友清 我看这一段的时候觉得他真的他是不是有点就是磕药了 就他给我的感觉 就他这一段说话的方式让我觉得他可能是嗑药了 对就是明显你感觉到这个蒋友清说话怪怪的哈 精神有一点状况 那然后他可能就是被在中国的一些台湾的五毛吧 台五毛啊 像这个我之前跟大家提到过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台五毛叫韩国人的啊 韩是韩冷的韩 嗯 不是南韩哈 不是韩国那个国家的人 而是有一个叫做韩冷的韩的韩国人啊 他呢是在中国发展啊 为新疆集中营洗地 维吾尔人遭受种族灭绝这个事情啊 去为中国共产党洗地的啊 就是非常非常啊 明确的一个五毛 还有另外这个好像卖狗886 好像我也提到过他 他们都是在中国赚统战的钱的台五毛 嗯 那然后蒋友清应该就被他们弄到那儿去 做这个统战表演的吧 你来大陆就大陆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有想法 啊 我个人觉得比较比美国好很多 又干净又好 然后我不懂为什么你要去美国当一个外人 你不要来大陆当一个同乡人 必须要两岸在家想要干我们要早点回来好不好 当然啦 为什么我们不能两岸家庆 两岸家庆骂什么什么就好 哈哈哈哈哈哈 好需要大家保持家里面 你要干凤花有什么好玩的可以跟我说吗 听说凤花要吃水蜜桃 对的 为什么 吃的蜜桃屯 对那是水蜜桃屯 对对对对对对对 真的吗 对不起 就我们台湾人的主张其实都是内地各个省国 我觉得像我一夜是这样系的 所以你知道本事同根深 必须要两岸一家庆 然后我们今天戴詠欣 回家任主归宗 干这是 蒋介石一件真 跟他真正的真身 但是不是真正的蒋介石 这是真正蒋介石的真身 没有没有没有 太gann了 带友家庆观念吗 对 我真假搞不清楚 这画面就是有点违和 哈哈哈 时空穿梭了 这是什么画面 这太 太奇怪了 就是我们应该进了多大一帮我抽屉吧 对 好友情应该是换韩国人 我先溜了 哇 一个精神状态可能有点堪忧的人啊 然后就被台五毛们 就是拿来当统战宣传的背景版吧 就这么个意思啊 然后因为我当时看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人看着精神上是不是有点状况 那然后有很多台湾的朋友就回复说 他他已经封十几年了 台湾人都知道 说他念台北美国学校时被退学 所以恐吓学校要 放炸弹 后来被判六个月 一科罚金十八万 然后也有朋友说他可能有这个药物的问题吧 你做统战 你也可以不要拿一个精神上可能 有点不太稳定的人拿来做统战吧 就是我看着都觉得不太好 因为你像这个什么韩国人 还有那个什么卖狗886 他们明显就是拿钱办事的人嘛 你说这个蒋有青他精神这个样子 就有点像在欺负精神病人的感觉 当然就是他说什么中国比美国好 反正我就觉得一个精神病人的话 我觉得我都 就我都不太 我都懒得去反驳吧 但是就跟大家说几个新闻吧 北京的鼎泰峰声明 14个分店于10月31日前 全部都结束营业 他名义上的理由是说 这个到期好像是 这个公司营业执照期满 那但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肯定就是他们不那么看好中国市场了嘛 你要是看好中国市场 你还是可以以其他方式运营嘛 那既然他是打算结束营业撤走 那就证明他不是很看好中国市场 那IBM证实将停止在中国的研发业务 那员工揭露或涉及余迁岗位 就上千个岗位的中国人都会失业嘛 因为IBM要把研发业务给 在中国的研发业务给停了 对 就是大家都在往外走 你就知道那总不见得是很好的事情 那包括加拿大这边跟进 美国对中国制的电动车 克百分之百的关税 那本来中国的比亚迪 想要进入加拿大市场 现在基本希望就不大了 那当然就说出斗是比较亲中的一个加拿大政府了 但是加拿大是美国传统的盟友 那美国和加拿大就是他保持很长久的这样一种 就是这个同进同退的一个状态 那这是之前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克惩罚性关税嘛 那然后加拿大就当然是跟上 所以说就是将来能进加拿大的电动车里面 应该不太超 就是应该没有中国品牌了 我觉得 百分之百关税他们还进得来嘛 应该几率不大了